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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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演员来玩这个游戏就特别有优势 应该也不会出现什么紧张之类的这些东西 可能跟其他的节目感觉比较不太一样 会更加紧张刺激 而且觉得好玩 不像我们拿到一个狼人台或者拿到一个坏人台 在面部表情上面比如说高地平 他那个脸就会变掉 然后苏晓他嘴角会往下 拉拉拉整个神情会很紧张 像演员这些方面应该都不会出现这种破绽漏洞 谁要玩这个游戏心理素质必须要好 我个人觉得的话 就是说有的时候演技不一定能代表一切 我就真真假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就在于你怎么去发现和去寻找 可以跟大家征战一番 主播的优势 我觉得他们的就是智商以及逻辑思维能力都非常的强 主播智商很高 相对来说逻辑性会好一点吧 主播优势是我的书 放得开啊我们路子也 就是可能我们之间可以打一些配合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经验更重要 所以比较有经验 然后能说会道 因为主播本来就靠嘴吃饭嘛 当然我是靠零 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 最想较量的应该是周杰伦 周杰伦吧 周杰伦 在做事情各个方面都值得我去尊敬和佩服 周杰伦或者薛之谦吧 而实际是我逝去的青春 然后薛之谦也是 我唯一一个去参加过签售会的男人 这突然问到我了 陈鹤 想选的话选丑龙 孙洪雷吧 林俊杰 陈道明 咔越大越好 周杰伦也行 我想要 范冰冰 漂亮 就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玩家 就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玩家 我也不会惧怕我的对手 就是我也不会认为他们是新人 对他们可能会更专业一点吧 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轻视我 来认真的游戏 我觉得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了 因为可能对我来说是对我的一种尊重 自然之间所有人都没有破坏 是分手 你去看他的剧场 我已经说了 这个剧场 付这个剧场 我会想到哪个剧场 你会想到哪个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三名杀手 六名平民和三名警察 杀手夜晚可以遭人击杀一名玩家 警察夜晚可以验人得知一名玩家的真实身份 本次游戏一共只有两条遗言 下面我将重申一下筹码奖励规则 每局游戏 获胜的玩家获得两枚筹码 失败者没有筹码 现在开始第一局游戏 请各位嘉宾看牌并确认身份 游戏正式开始 本局游戏将采用平民视角 天灰请闭眼 天灰亮了 昨夜八号玩家死亡 请留一言 移言发表完毕 请八号玩家离场 我觉得这些老人都不能收到我 很有可能就是两个新妹子 是吧 可能会收到我 因为老人从来没收到过我 可能就是新妹子 应该是这样 现在从死者左手边九号玩家开始发言 我发言啊 我发言的话 我发言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水包 我接住 第二个部分 其实没有什么部分 就第二个部分 昨天晚上 我是警察 昨天晚上七号查杀 啦啦啦 今轮全票出 我是警察 七号啦啦啦 后面所有的人 任何的东西都别信 我是真警察 七号啦啦啦 全票出 查杀 OK 警察的话为大 我是警察 警队的同伴 什么话都别说了 七号啦啦啦 查杀 过 我有三个部分啊 第一个部分就是 七号跟九号的这个PK嘛 然后大家就是长久以来都知道 这个啦啦啦一旦是狼 PDD是严杀 对不对 几乎是很准的 但是 也不排除有那种 他是狼去误一下啦啦啦的这个行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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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觉得 PDD的话 挺真诚的 我还是挺相信 这胖子 因为我一般 平时都是咬他的 但是这一波我觉得 说的挺真诚的 感觉啦啦啦也 有问题 过吧 我应该不认为 这个同学他是个警察来的 但是我感觉 可以听听后面的发言 我不仨会玩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的时候吧 就有身份的时候比较会玩 但是 现在这种场上形式 我第三个发言 确实没有什么营养 但是 想要踩一下后面这个 前面这个 他一旦认警 低上时间来抱大腿 我觉得 你没有质疑他的身份吗 你觉得他 习惯性踩杀 啦啦啦 他就一定是个好警察吗 那你认为 啦啦就是一个坏身份吗 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 嗯 我质疑 我质疑 PTT的身份 对 我认为 啦啦啦应该是个好身份 你们可以认为 我在保 啦啦啦 对 好 我觉得后面的话 应该 应该会有人跳吧 过了 11号 你这什么发言啊 你这样子不是把我们警队拉爆了吗 好了 我照实说了吧 PT你假 你这假警假的不能再假了 我跟11号警同办 好吧 我跟你说 先不扯他钻警队的事情 好吧 他刚才怎么发言的 这个水包我接了 这个水包我接住 然后 其实我是个警 我查查啦啦啦 你日警 你接什么水包啊 你直接查查啦啦啦 不完了吗 对吧 我告诉你 好吧 我是警察 昨天晚上 验的是 10号 是个精髓 你 查查 这个 7号 对吧 7号身份我不定义 你9号一定是张匪处牌 所以说9号你可以直接出局了 其实 其实 其实11号可以不用发言 让我来这个 带队就可以了 11号这样一发言 我现在有点担心 因为 PD死了之后 我们两个人是暴露的警 如果下个晚上 我没有查杀的话呢 就等于白死两个警察 两个警换一个匪 我觉得特别亏 所以说我现在 非常 仔细地要听一下后面人的发言 好吧 那么除了PD发言之外 7号 我现在有点怀疑 你们俩双匪的可能性 因为PD这么弱势地跳警 暴查杀 有可能是为了做高你7号的身份 所以说7号你好好发言 然后我顺便想听一下苦笑 你这轮 你这轮跳不跳警啊 我非常期待 好吧 然后老B和那个Mint 老B和Mint 再说吧 其实踩那么多人也不好 反正我就仔细听后面人发言 然后我们两个人谁倒 听另外一个的 好吧 过了 我首先说一下 我觉得KK KK竟然把这两个水包丢了 而且他我觉得作为杀手来说 然后 是吧 沙拉罗曼的出局 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就是说 可能PDD和拉拉 就是被怀疑的程度 确实很高 所以说可能在你们两个人中间的话 应该会有一批狼 应该会有一批狼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大哥的这个行为 跟前几句就是有点反常 对 大哥就是无条件的去相信PDD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是不是 我觉得只有睁眼的玩家 才能知道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就是一个平民 所以我不知道这情况是谁 所以我只能对这些猜测 至于后面的话呢 我再听大家发言 我现在就是重点 那个怀疑就是拉拉和PD的生存 我是个平民 过 好了我发言啊 我是个警察 首先这能出局的是谁呢 这就出局12号 我先说一下1号玩家的发言 它是一个逻辑漏洞的 1号玩家怎么说来的 他说他认9号PDD 还有10号大哥是坏人 PDD和拉拉就是被怀疑的程度 确实很高 有话之一 你就相信12号橙子是个真警察 对不对 你相信橙子是个警察 但是橙子是跳个警察 发了10号一个精确的人 对不对 你既然相信12号是一个好人 他发了12个精确 你就没到你就怀疑他 我是一个警察 就很简单 我一大言那说吧 我就只要拉包两个警察 好吧 最后警察你去找去 我和10号复为警同伴 你不是说你第一天晚上 应该精确吗 对不对 你看他是跟你票 还是跟我票 很简单一个逻辑 平民看不清许是可不用上票 我们先直接拉包两个警 第一天晚上6号苦笑是一个好人 我现在拉包两个警察 另外一个警察 你先敲咪咪着 我经常都发现 感觉好像拉神 也不在他那些匪层内 因为他说不定于拉神的身份 其实我觉得可以想说死之后 我感觉他是丢了两个平民上水包 第一轮可能PG想自保 就跳一个给七号啥啥啥 因为毕竟 如果说没有人跳出来 死酒为大 假设这一圈没人紧张跳的话 就是警察不跳出来的话 就是警察会默认 就是9号和7号这个PK 所以说PG可能是一个 生存欲望比较强的名 你这样死踩PG 我就觉得PG不是一个坏人 而且你说的一句PG 可能是跟7号斐护彩 所以我觉得 可能拉拉也不是一个坏人 但是你汗跳了 我是个警察 我就拉包两警 很简单平民想这个逻辑 我和10号会一起同办 对不对 12号说一件10号是一个精髓 晚上要投票 平民看不清 可不用上票 你看一下10号大哥 是跟着我去票12呢 还是跟着12去票 他所谓的9号 这个道理大路 这个路就明白吧 我第一天见的苦笑是一个好人 我只拉包两个警察 最后一个警察里面去找去 好吧 然后 还有遗言 我现在是这样啊 就是12号 11号发言其实挺奇怪的 11号肯定是一张有身份的牌 应该是个匪牌 因为12号是跟着11号起跳的 所以我觉得11 12应该是两匪 今天12出局因为它汗跳 明天11号不用验直接砸 平民看不清 可以看大哥上票就知道 其实怎么样了 好了我过了本轮12号前面出局 我是真紧张的 首先这个游戏是一起投票的 它不善在外面玩的是单个投票的 你让我们怎么去看大哥是怎么投票的 那么我们归2号数据吧 你拉的两警是你2 10两警 但是9号跳警 他说验了7号是一张杀手牌 10号是跟着9号说7号是一张杀手牌的牌 然后你2号在这个位置拉10号为你的警同伴 要去归12号 然后你说9号这张爆了查杀的牌 是一张好人牌 我怎么都不相信你是这么真的警察牌 我不管你什么72 我暂时挂票在20上 如果后面有警被裸奔 我不投票 我是一张平命牌 这种局面反正我 我是肯定不会乱投票的 我要再听一下6号和7号的发言 因为你说你是验了6号是一张平命牌 你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是个真的警察 你还把你的警同伴包装成一张平命牌 如果你们警被裸奔 你票是不够的 懂吧 再听一下6号7号发言 我暂时认为2号是一张假的 2号是一张假的警察牌 然后你2号又说你跟9号不是一波的 你跟10号是一波的 但明显90是一波的 所以你29应该是两张杀手牌 我不知道 反正投不到9 我下轮再听9号说话 我暂时认2号是一张杀手牌 我认12号是一张警察牌 因为我也觉得11号那个位置的发言 像是想跳紧又不跳紧 他们警察牌的时候是怎样发言的 就到这里吧 我是张平命牌 所以我不能很确定在今天后面发言 过了 4号发言 3号Bint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平民这一轮不要上票 这是一个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出现的经费罗打局 平民就不要上票就行了 2号其实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完全加分 他说的是12号发的经费 10号是我的紧同漫 10号会跟着我上票出12号的 我和10号会紧同漫 你不是说你今天晚上要来金水吗 对不对 你看他是跟你票还是跟我票 懂了吗 匪徒发了一个金水给10号 10号如果举票12号 12号B是匪 对不对 他发了10号金水啊 金水都不信你12号是紧 那你怎么办 你出局 所以说很简单 警察团队1号 12号如果不是 你觉得是匪的话 警察团队1号举12号票 然后警察团队2号举2号票 就完事了 我们平民不要举票 然后让这个12号和2号再变一轮 游戏不就结束了吗 这不是典型的平民 就是平民不要参与警匪罗打局吗 我很欢迎这种局的出现啊 平民不要上票 你要随便上票 把警察冲掉了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冲掉匪徒算你厉害 那你强 你大胆 但是我个人觉得 2号既然敢发得出来说 12号给的金水 10号是我的警同漫 那我就怀疑2号这个发言 一个票行就马上证明 2号到底是不是匪徒了 晚上那么多干嘛呢 让他们警察匪徒去投票嘛 对吧 警团队1投12 警团队2投2 不就完事了 平民不用管 过就是了 这个局很好打呀 过 我觉得2号发言 好像挺真诚的 就是 还像个警察的感觉 反正今天跳了那么多警 我就觉得12号的确实有点奇怪 先是否定了金明说的话 然后又说马上报出来 何金明就是警察 我觉得 的确是很奇怪 看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法 还是说 在帮着警察 还是怎么 反正就是有身份 但我觉得 坏身份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吧 然后 就没了 过 我觉得 首先 我这盘不是警察 我是一个很低调的小平民 也不要指望我汉跳 不可能了 然后 就是很奇怪的 金明说 金明这个话确实很像是一个 想表现自己是警察 但是又不敢说 然后他是最后一句 踩了一脚橙子 然后他踩的橙子 结果橙子说 自己和他是警队友 这个就很奇怪了 11号 你这什么发言啊 你这样子不是把我们警队拉爆了吗 当然橙子说完话以后 金明是反驳不了了 所以说金明是被他硬生生拉着走 所以我觉得 还是橙子 橙子的身份不错好 然后你既然说自己是警 你还叫我出来跳警 你最后一句话 苦笑要不要跳警啊 这个就很怪了 怎么可能会 如果你是一个真警察 你会这样子来玩 所以这盘我肯定是 不太相信橙子的 然后说一下 命可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的 因为他这旁的逻辑上是有一点乱 但是是在为好人玩 因为我是相信2号是警察 我不管他是不是验我 就算他是验的我 或者说验的其他人 他乱保都可以 关键是我 我认为他说10号 是他的警同伴 是在骗狼人 当然我不知道这样说出来会不会好 因为他是在骗狼 忽悠狼人说我的警同伴是10号 实际上10号不是他的警同伴 因为他想埋一下自己警同伴的身份吧 然后反正他给了我精神 我就很开心 我就保他一波 然后这盘我肯定是会投橙子的 那至于PTT我觉得是一个名吧 就来搅个局 来搅个局 他直接查杀 直接查杀啦啦啦 因为上一盘我那样子玩已经很血崩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盘不会像我那样乱玩 所以可能就是一个名出来搅个局 然后也不用相信他怎么样 然后听听啦啦怎么说吧 这盘我的重点目标放在橙子身上 过 到7号发言 7号发言很重要 7号发言分为好几段 我一段一段说 第一 我不认为今天的对立面应该是2号和12号 我认为今天的对立面应该是7号和9号 首先我说一下每个人发言他们的心态 就是在我的眼里 我是一个名 我先说清楚我是一个名 11号的发言是什么呢 11号发言是 哎呀这个9号查杀的7号 9号不在我 9号查杀7号 9号不在我警团队里啊 他不是一个警啊 他怎么乱查杀 我要不要踩他 我到底是踩他还是不踩他 我怎么保7号 因为他在11号是知道9号不是一个警的 所以他查杀的我不可能是一个狼 所以他想保我 这是他的出发点 大家都听出来了 他想跳警 橙子是一个什么心态 我现在就说清楚了 要不然今天票行错了就很危险 橙子听出来11号是警了 他自己是一个名 但是他听出来11号是警了 他想说哎呀 我跳一个警 我跟他站在一起 今天晚上如果扛刀 我希望我能扛住这一刀 但是他 我这时候名跳这个警 他明白11号的意思是 9号不在他警团队 7号是一个好人 橙子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他是一个名 他跳成警 把自己跳成警 晚上扛刀 所以他后面的事情 说的不是那么清楚 1号说什么呢 1号的发言特别差 1号的发言特别差 所以我定1号应该是 除了9号之外的第二个匪 然后第三个匪就是2号 就是1 2 9 2号的发言是什么呢 他拉10号 说10号是我警同伴 为什么呢 因为10号是一开始觉得9号说的有道理的 这个时候如果警匪罗达老帝 如果像你说警匪罗达 假设我是狼 所有的平民都不投票的情况下 是不是只有我的两个狼同伴加我投 是不是三票 他加上两个警投我是不是三票 对不对 这是我是狼的情况下 我如果是一个民 是不是外面会有三个警和我四个人投他 而他只会有三个狼同伴投我 我说的是不是很明白 所有的民不要上票 当然我不排除有一点点细微的可能性是 他是一个民他乱搞就要跳起来查杀我 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绝对是一个民 如果这种情况那不好意思 那只能你背锅了票总 因为你在PK台上你这样查杀我 我只能定义是一个肥 就是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我这个逻辑没有任何问题吧 民都不要上票千万不要上票 就是三个警和我投死这只狼 然后另外两只狼就是一号和二号 橙子你应该 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看明白 橙子是怎么玩的 橙子应该就是像我说的这么玩的 当然也有一点点细微的可能 他是一个狼要钻井队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低 就是所有的好 就是所有的警 三个警加我四票票他 就说明问题了 因为民不会跟我上票吧 就所有的民都不上票 如果四票票在摊上 他出局了是不是他就是狼 我觉得我这个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民 好人团队有四票 狼人团队只有三票 所有的民全部弃票 就拉开裸打 看看狼敢不敢上票 因为即使是 当然如果是好人 你听懂了我说的这些话 你想把自己做成一张警察 帮警察挡刀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上票 PDD 但是 就是即使是我们 拉开裸打的话 票出他去也是绝对警推在前的 也是绝对警推在前的 所以说今天必须这么玩 好吧 我会投9号 回票9号 发言结束 开始投票 3 2 1 1号 弃票 2号 投给12号 3号 4号 弃票 5号 投给7号 6号 投给12号 7号 投给9号 9号 10号 投给12号 11号 12号 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让我想一想 就是这局我真的是一个民走的 就这点让我觉得特别奇怪 我觉得拉神那个发言 拉神那个发言 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发言吧 如果拉神是一个匪的话 他的匪同伴也不可能只有两个呀 所以说听完拉神那个发言之后 我就认定9号PD是一张匪牌了 而且真的跟拉神说的那样 我就是觉得11号是在给我递话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就是11号是个警 然后11号 报我12号一个精水 就是他昨天可能验了我12号是精水 所以说他就直接就用那种话来向我递话 他觉得我一定能听得懂 然后我就 我觉得我这11号递话的特别明显 我想反正我一个民 这样玩也没关系 我就起跳去那个拍9号 结果没有想到 只有拉神跟金明两个人 帮我这个投票 那么奇怪了 就假如他们两个真的是匪 PTT是真警察的话 那他们还有一个匪同伴去哪呢 你们可能觉得匪同伴是我 可是我真的是一张名牌 然后我看拉神最后那轮的发言 觉得挺真诚的 不像是一个坏人的发言 当然也有可能我真的变鱼了 就不小心端了狼队 我发言都发生这样的 如果大家就还认为我是匪的话 我是真的没办法 我真的不觉得朴老师这个发言 能做得上一张警 他是一个警 要是可以在 要是进了PK台 他会是这种发言 我是绝对不会信任朴老师 发言过了 就这样 这局其实我到现在 我还没有想通到底 到底为什么 如果我真的觉得 11号是很像一个警察 在给我递话的 就是否则的话 这个就他那种发言方式 我有点想不通 而且朴老师如果是个真警的话 为什么会发言发成这个样子呢 我真的是想不通 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通 主要投我的人有五个 我想不通 天灰请闭眼 天灰请闭眼 天灰亮了 昨夜 六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请六号玩家离场 记得吧 上局也是我们两个人在这 对 一口味 一碰杯 也是我们三个人 怎么又是我们三个人 怎么又是我们三个人 赶紧把旗子拔了 现在 从死者左手边 七号玩家 开始发言 七号玩家就无语了 就是 我觉得我昨天说的 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我再说两点 证明二号和九号 二号和九号是两匪 第一 在二号的视角里 他说了十号是他的警同班 对不对 那九号是不是一个汉跳的人 你有没有定义九号的身份 你说十二号是汉跳的 十二号 九号爆了茶沙 我上一轮就忘了说这句话 在二号的视角里 九号是爆了茶沙的一个跳警的人 十二号是跳警拍九号的人 你说你自己拉爆 警团队是十号和你是警同班 那九号呢 九号你怎么定义 这是第一 你根本不了另外一个 跟你跳警九号的人的行为 如果二号和九号是警队友 那你是不是应该茶沙出我七号 第二 这个人他爆了昨天晚上茶沙我 九号茶沙七号 然后他举票十二号 为什么 因为狼团队的最后一个人归票 是他们一起冲十二号 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 还会有民跟着上十二号的票 就是我已经把十二号的心态 到行为都说得很清楚了 当然也有微小的可能性啊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真警 然后他们第一天晚上没验出茶沙 验了个金水 然后决定 他们警团队决定内推我 把我推出去 当一个茶沙推出去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有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在你这个位置就直接 爆一个茶沙强行推我 我觉得没太大的道理 就是如果你是个警的话 你就聊清楚你自己是警 你爆一个金水 然后看我发言 再看后面发言 我觉得就可以了 你自己再PK他 没有必要把我拍死 所以我不理解这个游戏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昨天的那个方案 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这边听懂了 就是为什么会会上12号的票 因为上12号票那么多 肯定是有民跟着上了的 也许是我想错了 我 我觉得就是昨天 好 警跟我一起投酒 然后狼人投我 就赢了 但是狼人他们 因为因为他们坏人 最后归票那个人 归的是12号 所以他们就一起投12号 然后6号倒在夜里了 说明6号是好人 6号不是一直 不是一个坏人 那我真的我就觉得1293了 因为1号那个发言是什么发言 1号第一轮那个发言 特别特别的差 真的特别特别的差 就是1号是 就是他当好人的时候 是那种有利有据 令人信服的发言 到刚才那一轮 他发言完全没有逻辑了 就是哎呀 想想我到底要踩这个人呢 要不要踩 要不然踩那个人吧 怎么怎么样 不过所幸的是 我觉得6号也不是警 我也不是警 7号 12号也不是警 现在三警三匪 我觉得是刚才可能有一个警 没听懂我说什么 没跟着我上9号的票 就是就差那一票 真的是那一票 给到他就是一个PK 就还可以 还可以聊的 可能有一个警没上票了 但是也好 没暴露 那 反正 按照我的想法 真的就是这三 三只肥了 要不然你们说出来 一个能打动我的逻辑 我现在觉得 这个游戏我已经不会玩了 我就玩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刚才那一轮的方案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过了 首先为什么2号没有干我呢 反正我先说 为什么我现在敢这么说 因为6号帮咱们挡了一刀子 我现在可以这么说了 我们三警还都在场上 这点你没说错 为什么2号没有 就是我为什么跳查杀 他没有来拍我呢 因为我真的跟他是警同伴 我们真的是警同伴 你明白了吗 所以说他不踩我 只有这一个逻辑 他不会踩我 而且我告诉你 我真的没有查杀你 我是严杀你 我们第一天真的是查到6号 给他发的精神 现在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 我听完你发言 我先把你抛在一边不说 我们这一轮有更重要的人要出 城市我觉得是铁狼走的 1号1号上轮的投票真的很关键 谢谢你 上轮如果我走了就雪崩了 我们差点完通了 很感谢你的投票 非常感谢 现在能明白了吧 现在能说的通了吧 一切都通了吧 嗯 那我们来说说这轮为什么不动你 因为确实没查杀你 我们今天晚上再查你 我们今天先把11号出了 上一轮夜里我带票查的11号 11号坏人 对不起了女生姐姐 但是没办法 你是个坏人 我们警察的目的是要抓坏人 我们要先把你出了 然后交代了之后的工作 11号出了摸7号 7号如果是好身份的话 35PK5号是跟了7号上了我的票的 5号是我觉得会有可能会有问题的 5号也有可能是在我这里 坐着上一张坏人牌的 7号如果是好身份的话 优先推5再去摸3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紧推在前 OK 如果抓到 如果你们查到7号是坏人 直接推掉就行了 如果7号是好人 先推5 然后再查3 OK 没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逻辑 是我们一定可以赢的一个逻辑 OK 就这样了 这轮全票出11号 后面两个同志 你们又站出来了吗 就直接站出来了吗 好吧 过 就这轮走11啊 就我觉得12号肯定是铁囊 铁坏人走的 他最后的那个发言 感觉就很糟糕 也 如果是铁走的 不会这么的消极 我感觉 他有点 就是觉得我是铁走的 无所谓 就这种 我觉得应该是个铁囊走的 然后 哎 你到底有没有 颜杀 这个 啦啦啦 就搞了半天 你又说要厌他 你这个啦啦啦 内心真是 X的智商 伤得不行 这一波还是走 11吧 我感觉 都查杀了 对吧 要不知报了吧 好不好 好 想到互相伤害 过 我不太会会玩杀手 我会很紧张 第一轮呢 其实也抿抿大家身份 我旁边这个 所以说现在也挺尴尬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输了 我报了吧 他一次报 tdd 一下就好人了 好人 而且二号 对 二号也是好人 二号也好人了 11号玩家自爆 直接进入黑夜 天黑 请闭眼 我也不太会玩杀手 但是在九号第一轮 就是 汗跳的情况之下 二号坐定是一个警察身份的 那么他 推12号的原因 就是在 保九号 那么我第一轮 你们发言很奇怪 其实我在 我第一个话给 啦啦啦 我认为 啦啦啦应该是个好身份 你们可以认为 我在保啦啦啦 对 我觉得后面的话 应该 应该会有人跳吧 然后我想他如果是好身份的话 一定会跟着我走 然后再找警察的一种方法 因为如果说 我说的特别明显的话 我汗跳 其实达不到那样的效果 因为我汗跳比较没有立场 大家都玩特别好 我汗跳极容易被拍死 但是这种 想说又不敢说 他们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新手光滑 然后不太好去表现这种方式 你亮了 昨夜 九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现在 从死者左手边 十号玩家 开始发言 十一号死了 九号死了 那感觉 昨天 我是警察 昨天验的是七号 你是好人 好不好 感觉很惨你 一开始就备受的煎熬 但是这一轮 我觉得五号吧 感觉 一直 隐藏的比较深 对吧 而且他票的时候 第一轮也是票的九 感觉也没什么信息啊 厂商应该就只有一条狼了 一条狼了 十一号和十五号 应该绝对是狼轴的 就我们最差的情况就是 一头狼 如果五号不是 我觉得这一轮就把五号推了 然后再看吧 一号二号 四号员 有点混乱 可能推五吧 好吧 重点听五号发言 拉拉拉 反正你总结的 你找一找 好不好 过过过 我先说一把 我从第一轮开始说吧 第一轮开始就是老B和拉拉的那个 思路 对吧 可能第一轮我发言比较混乱 其实我确实是一个名 一个名的态度 为什么我就是我主要还是想 就是说验证我的逻辑是否正确 首先 因为KK走的时候两边放了两个坏水 对吧 所以说我说这两个其中有可能有一个是 然后再加上后来验证了 通过一轮验证了PE是个警 然后我说他俩是一起的 所以说我也相信 大哥也是警 所以说我跟了12号 归了12这票 为什么归了12号这票 我觉得有很多细节 大家可以去采纳 第一是11号 从前两轮我们对他了解来说 他不会说去横踩一个人 然后这次他横踩 然后完了过后 那个橙子 然后又来反咬他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符合逻辑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名 当然我参与了那轮投票 投落12 然后第二轮 为什么11出也有一个细节 可以给大家来解决 我觉得他也是个铁狼 就是当狼杀人的时候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缓慢 断定就是11 12是铁狼走的 那既然现在就是说 如果说警察相信说7号 如果已经验了是好人的话 那么就剩下来三位 三位我觉得都隐藏的很深 都隐藏很深 然后的话我觉得就是先业武 先业武 我是一个名 我是一个名 过 现在该相信我是个警察吧 拉神 现在是不是先个真警 我们第一天确实验了6号是一个好人 然后他说我同伴 我第一天 先不谈这个了吧 反正1号第一天给我们举票 是举的12号票 所以在我这边 我觉得1号应该是一个好人 然后现在想到两个警察 最好的情况下只剩一匹狼 最坏剩两匹 对不对 然后11号是验了一个狼走了 本能砸5号 这个3号跟4号是第一轮没有举票的人 就第一轮在你这个位置 你会不要发现你说那个什么 平民就不要上票了 我觉得我相信他们两个是平民的心态 我感觉场上其实就剩5号一匹狼了 我们是验一个砸一个的 就是晚上是要么验5砸7和验7砸5 验成你是个好人 就先砸5出局 因为第一天死了18号 我不相信后续也没有一个狼在 就这种心态去验了一下 本能你是个归票位 本能先归5出局 常常还有两个警察 警惕在前 这是一个好人 明天这两个验1砸1 如果游戏没结束 验1砸1 如果结束最好 接到欢喜 对不对 这两个警察 怎么玩都赢 他应该是个好人 是一个好人心态的发言 我过了 有人打我 你们有在认真地玩这个游戏吗 还是我9砸多了 5号第一轮投票投的是7号 他是在三四说平民看不清楚形势之后 第一个跳起来说你2号是个好身份 觉得你2号是个好身份的人 然后他投票投的是7号不是9号 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 因为5号是我第一轮都已经 把他排水排掉的平民 因为我认为他是一种平民排 我都把他排水排掉了 而且7号他第一轮的发言 他可能做成一辆狼人排 但是他第二轮的发言 就不可能是让杀手牌了 你为什么往上去翻他的牌呢 对吧 我跟他没有投票 我跟他肯定是两个好身份牌 4号肯定是个好身份牌 5号在投他的发言和他的投票 我觉得5号也是个好身份牌 那么最后一张狼人排 我觉得应该是1号 他说他第一轮去投了12号 但是我亲眼看到他是跟票的 他在第一时间他没有去举这个12号 他是在所有人投完票之后 他跟着别人的票去投了一票12 另外他刚才发言 他说11 12两张牌 是什么11去踩了12 12又互踩了11 明明是11踩了一脚12 12去保了11 他发言的逻辑都不对 而且他最后都没有说 他这轮要出谁 他还说的是 你们晚上去验一下5号吧 也就是说我觉得 这是他的杀手心态 他觉得 因为他是一张杀手牌 所以在他的心中 5号肯定不是一张杀手牌 对吧 所以他这轮 他说的话不是要5号出局 跟着你们说要5号出局 而是说 那你们去验一下5号吧 所以我觉得1号比5号 更像是一张杀手牌 为什么要去投5呢 他是第一个跳出来 说你是好人的 我说你是个不好的人 老B说那你们紧飞裸奔去吧 5号说我觉得 2号发言还可以吧 最后投票他也没投你 也没投9号 投的是7号 最人畜无害的一张 一早就被我排水排掉的牌 我都服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发言 在看投票的 1号是跟票的 5号是投7号的 贵贵 7号肯定是一张好身份牌 他是你的警同伴 我们两个第一轮名投票 肯定是好人 投1 游戏就结束了 过了 4号发言 Mint说的其实挺对 我先说啦啦啦那个发言 为什么我觉得不对 你那个打法太理想化 你是个平民对不对 万一9号真的是个警察 就像现在这个局面 你肯定看不懂 9号是个真顶 拉出来圈干怎么办 还有最简单的 9号不一定做成一场匪头牌 万一是场平民乱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就算9号是个匪徒 匪徒弃票了 民警全部裸了 平民没有人上票 那是不是匪徒一刀一个 一刀一个 只要自己不上推 基本上就匪 三刀警察就结束了 这个战 你这个战术是错的 这个12号这么奔出来 11号踩12号的情况下 12号保 11号你告诉我 12号是张平民买 怎么可能 11号发言的言下之意是什么 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干9号 但我觉得9号才7号 7号也不是匪啊 那我到底要不要跳呢 我还是不跳了吧 11号其实很会玩的 大家不要被他的发言所蒙蔽 11号真的很会玩很会玩 就我刚刚坐10号的时候 11号给我的压力空前的大 他刚刚这发言这么差 在我这已经半标 半标匪徒了 12号又跳出来说 11号你是我的警头 那我肯定拉架的时候 肯定是警察投12号 另外一边投2号啊 对吧 这才是最稳的 你为什么会说7号9号投呢 万一9号真的是个警 2号为什么不聊 9号9号是警啊 你看9号倒在夜里了吧 我觉得你这个发言不对 万一匪徒真的不上票 藏起来刀警察 不就完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命的说挺对的 1号不像是一场好人台 但是我给的建议是 我尊重你们警队 你们想出武 那就出武 然后去验警 我3号4号既然不上票 那必然是平民 对吧 我敢帮你们警察拉圈 让你们警察去裸打 我是不是平民 我也没有上票 我是不是平民 命的上票是不是平民 那这个唯一是个1号上票 他上票上12号 跟了一票12号 你告诉我他是好人 他就因为上 他万一是深水狼呢 拉拉拉在第二圈发言之后 昨天晚上你就不该验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那个时候那么迷惑 明显是个名 他觉得他这个发言完美无缺 但是他没想过 斤队不上票的事 那他不是平民嘛 对吧 因为他好人心态 他觉得斤队会这么打呀 会裸打 对吧 所以拉拉拉拉拉其实没必要验 这个5号 这个5号确实上票的是7号 Mint说的是对的 5号上的是7号 不是9号 他上的是7号 他内论上票是7号 我看得很清楚 是这样 所以我支持你们 你们要把5号扛推了 那就把5号扛推了 验1号 3号4号真的不用验 就聘我不上票 绝对是好 咱们你们警察要不同意 非要验那也行 没办法 我救不过你们警察 你二号既然发言 说十号会给你票 十号也给你票 你二号必然就是警察 那时候拉拉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二号敢发言 说十号 这个十二号的假金水 会跟我投票 十号也投了一票 十二 这真警罪不就明了 金水反水最大 反水利己最大 这是这个桌的逻辑吗 我是支持出一号的 但你们要出五 那就翻一号 拜托你们警罪 拜托你们警罪 我想赢 翻一号 一号应该更像是一个匪徒 而不 你说真的一个好人 对吧 现在桌上明显是只有一个匪徒了 一号跑来说 十一号有什么错误 十二号有什么错误 基本上大概率也觉得 十一号十二号必然是两个匪徒 还管他们是有什么问题 对吧 现在要管的是最后 谁是最后一个匪徒啊 你不就聊谁是最后一个匪徒吗 三号四号没嫌疑吗 但我现在三号四号就凭不举票 我就觉得没嫌疑 五号我觉得就没嫌疑 一号你也行 当然这是我一家指引 你们要推五 当然要推五 我举票一 我觉得一号是最后一个匪 过 反正从第一句玩的开始 我就挺相信二号说的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警察 然后我投票 的确我没有投过九号 我投的是七号 因为他说的那个逻辑 的确给我听晕了 我觉得怪怪的 就是什么警察要几票 然后匪徒要几票 那谁也不能报呀 就感觉怪怪的 反正我是没听明白 我踩的是12号 所以他的发言完事之后 我觉得我就投了他 但只有我一个人投了七号 但是第二轮结束之后 我觉得那个七号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也糊涂了 反正我就是个平民 如果把我投出去 也行 反正我就是个平民 过 七号很为难啊 七号估计弹幕已经爆炸了 我说一下 我跟老D说一下 我不是没想过裸打的事情 因为就是 就是我 我是留了余地 就是说可能是 警队内推要把我推出去吗 那确实这种情况 朴总确实他 他第一个他在水包台上 我觉得他自己 不用捞自己嘛 就后边有人捞他一把 就行了 他就生要把我砸出去 他这个办法 你说从我的眼里 从我的视角里 他查查我 我是不是只能给他飙匪 对不对 我自己是一个民 然后我再说第二点 就是 就是我这个错法 也不是完全没有贡献 就是贡献在于哪呢 就是警队没有分票 但是匪队分票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警队没有分票 匪队分票了 我给自己稍微挽回一点余地 就是 最后的结果是 警队一起上票上了12号 匪队没有一起上票 因为匪队一半人 可能想要归我 或者是归9号 就是归9号 或者是归2号 他们不知道票谁了 对吧 因为我最后给的 7和9里边 他们不知道归谁了 所以说 但是现在问题 不说之前的事情了 现在就是说 1号5号出谁 1号5号出谁 其实我心里边 是有点想出1号的 因为为什么 就是 当时两个匪 心里想的是 啦啦啦发万言之后 我们票谁啊 就是如果票9号的话 那12号会不会出 来等一下 让我再想一想 让我再理一下这个词 就是说白了 就是匪队有一票是 有一票是飞了的 那就看飞了的那一票 是1号跟投了12号 那一票飞了 还是5号投我的 这一票飞了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 先出5号 就是从这个角度 如果1号是匪的话 他那一票扔在9号身上 就是他是扔了12号吗 他扔了12号那一票 他如果扔在9号身上 就变成9号出了 就如果他是匪 他跟着匪队一起 冲票9号 因为我最后我其实相当于是帮他们那个团队归过一次票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1号那一轮出 归9号 9号就出了 然后可能5号 萌萌他就听了我的话 说匪 投我 而他只会有三个狼同伴投我 然后他就真的是作为一个匪 他觉得他的匪队友会投我 他就跟着一起投了我 完了 完了 节目录下 不是 但是 但是我 今天我说别人这是啥 我不是 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 我在想 就是从我这这个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吗 因为1号他如果是一个匪团队 对不对 我跟着他们匪团队投票了吗 确实警察杀我 我是民 我跟着匪团队投票了 我被扔在匪团队里了 那我跟着一起上了9 1号也跟着一起上了9 1号也一起跟上9 那9号是不是出了 那他就 就非要把自己的匪队友扔出去 就不走警 做一只深水狼活到最后 然后在场上还剩两只警的情况下 今天晚上再把他查报 我好像也不太说得通啊 我觉得就从行为上来看 至少1号是做了好事的是不是 然后两个警察的意见也是 今天先出5号是不是 对不对 那我也尊重警队的意见 我觉得是这样 今天你们把 咱们就把5号出了得了 也尊重你们警察的意见 好不好 你们警察说了算 你们警察要查杀我 下次我不反抗了 我最一个名 你们真经的要查杀我 我也不反抗了 那今天就先出5号 晚上你们去摸1号 如果要是真的1号是好人 3号4号这两个人演的特别好 我推荐出3号 就这么样 因为我觉得老B的发言比3号稍微好 好的 无敌 无敌 拉伸无敌 就说真的是这样 那我归5号吧好不好 警察也是这个意思 那今天先出5名 结束的话 晚上你们再摸1 过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看好你 看不下去了 我看好你了 这波投了5就赢了 发言阶段结束 进行放逐投票 3 2 1 1号 2号 投给5号 收牌 3号玩家宣布投降 游戏结束 平民获胜 本局游戏中 三位女杀手首次合作 在第一页 首都平民KK小神 平民啦啦啦 与警察PDD 被遗言丢上PK台 杀手李金明死保啦啦啦 同时递化半个橙子 成功误导半个橙子 被好人怀疑身份 遗憾被票出局 在接下来的发言中 李金明为保护另外两名杀手 毅然选择自爆 为杀手团队争取到宝贵机会 但警察苏小与平民啦啦啦啦的精准发言 成功引导大家 找出另外一名杀手刘萌萌 深海杀手Mint 此时已无力回天 最终崩盘投降 你们就跟着我的思路走啊 妈5号3号顺推啊就赢了呀 小总你第一天为什么要直接裸包查杀啊 我裸包 就是我们两个视频 我抱你查杀有问题吗 不是不是 你是第一个井后边你的井同班 会把你从PK上捞出来吗 我为什么调出来吗 但是你抱我查杀就把我推到北美了 我看颜莎你也有点像是狼人 这他们两个井 第一轮就拍了三个井 第一轮就铁三个井了 我是跟着喊的 第一轮是个狼 第一十二十个井了 所以就摸了七 不过现在咋我 其实那个十一那个发言有点很了爆了 对我看 三个发言可以变成了 三个 三个 三个没错 三个没错 12号 一号 投准没投十二 九就变成四号了 九就变成四号 十二号变成三票 你错了 你错了 没有太出钱就有四票 大哥 没有没有没有 我投了关键的一票 我投了我看 哎呀听我说听我说 十二 第一把的投票 十二号剩下挂了五票 对对对 我身下只有三票 然后五号投的你七号一票 对啊 就两个匪如果都投你的话 应该是PK嘛 也不是直出话 是PK嘛 对 因为我一个问题没上票 那我开大刀了 眼镜要戴起来了 首先我这个玩法叫做 无敌战争 first fly 各位 橙子的一切就拜托给你们了 我一个人去 喝酒去了 喝酒去了